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元神 声炼严巧万侧金 已完结活动攻略市场情报大权,砂糖考核攻略 还有老子,我是无恶居啦 那我们承接这个前天接着来做这个20到22周期中的这个21周期 那大家今天来到这个活动地点之后呢 调到时间制两天后 然后呢这边会出来一个经销商 我先跑来跟他对话 好,对完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要生命功效的药剂 那我们不能选择完全一样 大家看到这个生命和生命完全一样的只能选一种 然后呢大家可以换别的生命力量,生命智慧 如果说大家这边自己做过的生命相关的职业务生命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先只卖一个 或者说大家先结束对话去做其他个再过来卖都可以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会选择这个分销策略 那么这一个虚米一的经销商 他的分销策略呢是这个教令院联名认证 和这个名人代言铺广告 这两个在他这边是这个反响比较好的 好,那么下个周期呢他会回来 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做这个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来 先来把这个药剂啊都给他收一下 好,收完药之后呢 来,我们再接着过来做药 那药品这边的话呢 是和我们这个前两天啊 最后一个是一样,大家看到 那还是上时的这一个 那么这一周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大家先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出来这个特级的单向药 好,如果说和我一样这个都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从这个生命开始做 那么特级的话呢 我们就放这个最高级的材料 我们现在这个最高级的材料是这个紫色的 好,大家看到我们只放这个生命材料 还有一些就是没有这个属性的这个材料 上去之后呢 这边大家看到 左上角觉得特级生命了 然后我们这边把这个格子的利用率 而再利用一下 让这个药物的这个等级啊再高一点 好,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显个挑合率290 好,我那边完成炼制 出来的话呢就是一个特级生命的药剂 然后呢 大家如果说这边和我一样 炼金等级到了这个15级啊 我们先把一个比较差的级品来废掉 如果大家这边和我一样到了15级的话呢 我们这个可以接着往下炼 大家看到我们这样一回合的话就没有限制了 那接下来我们干嘛 接下来放这个高级的力量材料 好,我们再做一个特级的力量出来 好,大家看到 这边我的底是这样铺的 只放这个最高级的力量材料 然后现在的五属性往里面 好,稍微填一填 然后呢 把它能干都给它盖上去 让这个药物等级更高 好 305完成 这边的话呢是一个特级力量 好,那我们的话呢就这样子去做 把这个特级生命特级力量 特级智慧特级敏捷 还有特级魅力 这五种基础的药呢 我们都把它做出来 好,大家看到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特级敏捷 好,然后呢 再往上叠一下 利用率都给它利用起来 好,然后我们完成链制 这样子的话呢 特级这个敏捷也有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做 是到这个特级智慧了 好,那大家看到 我这边特级智慧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排版 好,然后接着呢 再把这个材料往上叠一下 好,完成链制 这样的话呢 这个特级智慧也就做出来了 好,接着往下做 还剩下一个特级魅力 并且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今天大家看到 到了15级之后呢 会有一个快速炼制 比如说 我们要做这个特级魅力 我们之前做过这个魅力的 大家可以选择 这个以前做过的魅力药水 然后开始炼制 可以沿用之前的这个自己用过的这个排版 大家看到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稍微再改一改这个魅力 放上这个高级的这个新材料就可以了 但是的话 这边这个材料可能差的有点多 所以这边 我这边还是要把它给它卸掉 因为我们还是要用这个最高级的这个材料 先进行铺底 然后呢 再往上这个改造 好,大家看到特级魅力的话呢 这边是这样子的一个铺底 然后老样子 把家的这个利用率都给它用上 好,然后完成炼制 好,那么大家都这个炼制完了之后呢 再看到这边有一个改良药剂啊 大家时不时过来看一下 然后把我们刚刚炼制的 五种基础的这个特级药剂啊 如果出现在这个列表里面的话呢 大家像这样子 能升级的都给它升级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药剂可以卖得更贵啊 好,大家里面犯一犯 没有了 我们刚说的特级 这里面只有三种 好 我们再来找这一个 弗里达 好,先是这个物资采购 这边有一个新的 这个经销拓展合同 可以额外聘用一名经销商 大家这边如果有多的钱的话呢 在这里就可以先把它买了 如果说大家这边钱不够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店铺事物 我们先随便购买一个事物 然后这一个合同的话呢 我们等会再来买 下回合这个钱就够了 好,那么如果说大家这边钱和我一样是够的 我们就过来找这一个新的经销商 好,那么这个经销商的话呢 和刚那个是一样的 也是选 它这边是说智慧 然后呢 不能是完全相同的 得是三种不太一样的这个智慧药剂 好 然后它的这个策略呢 是免费样品大派送和甲一赔百真诚性 我选这两个 在它这边也是这个评价比较好的 好,那我们搞定这一些之后呢 来,把我们刚刚做的药都给它上架 生命力量敏捷智慧魅力 但如果说这边自己额外升级的话呢 再随便放一个上去 比如说就我们挑这个最贵的 这个上面这个七百二的 我们又可以把这个最贵的给它上上去 好 我们这边就可以结束经营周期了 然后这一周呢 赚的钱会特别的多 大家看16万 好,那么完事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开始了这个新的考核 这边需要高级智慧 到达加8等级 然后会有香气的特征 然后呢 要五种不同的药材 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是进行这样子一个铺底 那么大家自己数一下 这个材料是不是五种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 好,确实是用了五种 那就OK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空的格子啊 大家再给它利用一下 然后注意啊 如果说叠多了 旁边这个香气 大家看到 纸条里面这个香气没有了 那就稍微去掉一点 大家要当心啊 要确保这个高级智慧以上 并且有这个香气才行啊 别东西放多了 香气没了 然后到时候我们这个考核条件 有一项没达成 那挺难受的 好,这个四个全部杂表 那么当然了 大家要是觉得最后 就给的奖励 四万、两万、两万、两万 就算一个没达成 也就是少个两万 那无所谓的话呢 也可以 因为这个并不影响什么 我们只要过了这个考核就可以了 只不过是 最后拿着钱稍微少一点 两万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也就是 轻松松的事情了 好,那么完成这个考核之后呢 我们先跑过来找这个经销商 这个经销商每回合都会来的 大家看到我们上回合卖出去的药 这边是卖了这个十一万 然后这两个就是效果显著了 大家看到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还是这样子选 药剂需求 它接下来的话呢 是这个力量 我们选这个三种不同的 大家如果说选不出来三种不同的话呢 自己去做一下 然后呢 继续用这两个 它会显示这个上市方案 我们接着用就行了 接下来也是边上的这一个 黎月经销商 这边也是一样的 大差不差 这边是十四万 然后这两个也是 成效显著 好 三种不同的这个敏捷药剂 然后呢 还是上面两次这个经销方案 好 他们两边这边处理完 我们接着过去把这个药材给它收一下 点错 培育药材 然后大家如果说 自己这边哪个药不够用了 在这边自己种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去找这个NPC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需要炼药了 我们只要来找这个NPC就可以了 大家在这个物资采购里面 刚刚没有买这个经销商的话呢 在这边买一下 我们现在钱肯定是够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店铺的事物 随便买一个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继续找着跟NPC 对话 提销经营效率 我们这边的话要把全部的这个 都给它升满 那大家优先升这一个 呃 销售效率 销售效率升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市场情报啊 可以多拿一条了 然后的话呢 呃 接下来就无所谓 大家先升哪个后升哪个了 反正先给它全部升满 钱没了我们就稍微等一等 下回合再说 然后这边也不需要炼药了 我们直接跑过来 把这个刚刚升起的这个控架 给它上架上去 哪个贵上架哪个 结束就行了 大家看到这边赚的钱更多了 25万 然后再搭配两个经销商 我们一回合差不多能赚40万 现在 好 那么 这个的话呢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市场情报 我们给它分到下一批 好吧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赚 请不吝点赚